嗨 回報一下目前的進度 上一集的影片最後我們有找到這個前車主 我們就跟他講整個事情的經過 有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說 我們要確認前車主到底對於里程不準確 有調過的表現是知不知情 如果他知情盡量不要隱瞞 萬一你現在跟我講說你不知情 到最後我們去訴訟完了 發現結果你知情 那本來我們是要告車行變成他出事 然後他說他不知情 那不知情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請他找出 當時他跟車行購買這一台車子的合約書 因為合約書上面一定會登載 假設性我的想像 就是說對方萬一賣他的時候上面有寫 我有告知你 那代表他就知情了 這樣子的話就會賣給我們的這個前車主 責任就會比較大一點 那如果說他合約找出來 上面沒有寫任何的關於里程的部分的話 有可能我們的這個前車主 他就是不知情的狀況 對那我們在之後事後再來討論說要怎麼接下來走 因為律師這邊跟我反應是 我們必須要先完全的掌握整個狀況 然後再來決定說 呃球場要怎麼求 或訴訟要怎麼去進行 之後呢請他找合約書的隔兩天 車主自己跑來店裡面了 其實重點就是你買的時候知不知道啊 啊你如果不知道的話就我們要證明他你不知道啊 我後來我才發現原來他社區上面有寫 在哪裡借我看一下 因為當初他有查那個監禮詞給我看 然後有跟我去園床 問那個師傅 因為我不懂問喔 我就大概問師傅 在這個圈裡面有什麼重大的問題 但都沒有講到里程 沒有 因為我當時有查那個 對 里程嘛 如果他跟我說十幾萬 我不可能買啊 我為什麼 我拍那影片我講怎麼都是外籍人士被騙到 你知道嗎 我的感覺就是可能他利用這個 你們更不懂 或者是有一點話術 比如說他在寫的時候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這個意思是什麼 因為當初他這裡有寫 告知知務令改自用表上里程不准 我肯定100%肯定就是那個 他有給我看那個監禮手的那個那個 後來才知道 其實我現在就是很簡單啦 因為好我坦白說 我也差一點就跟著出事 因為我呢 下一手他如果告我 哇那很麻煩 對啊 他如果告我 啊我沒辦法 我只能說我跟你買的 結果你買的 上面一拿出來 看不准 那就是你 知道 啊你知道你又賣給我 那你詐欺我 到最後就變這樣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樣是最好的狀況 你也可以比較放心一點 這個車 現在就是我們兩個看怎麼 把這個東西 處理好就好了 好我也不會為難你啦 因為 遇到這個事情 你不願意 我也不願意 但是我坦白說 我們的那個合約書上面 通常都是表不准 原價 兌還給你 可是我相信 你車回去你也沒辦法處理 我覺得小事情就是 沒有就突然情天屁股 沒什麼好情天屁股 欸我講遲到好險是 你是賣給我 你不賣 我直接跟你法律處理就好了 我直接跟我這樣說 責任在我不小心 但是我也是無故 因為 這老的看來那個政府 這不可能 所以你看我特別影片講說 怎麼剛好兩個都是香港人 所以我是在提醒大家 外景人士來台灣買車要特別小心 你不用擔心啦 真的我不會讓你全部賠 是不是做大生日 我這種小 我知道 我突然 突然 心情有一點 沒事 人生就高高低 什麼事都一樣 對 這這一次不幸中的大幸 好我們不用上法運幹嘛 我們講好就好了 那大家就沒事情了 你不用擔心 我不會為難你 我不會要你全部吞回去 那中間如果有一些價差 我們把它攤掉就好了 反正當時候他就 我記憶就是他就說 政府也差了 原來我都跟你跑了 Alec 阿倫哥有什麼 你看那個車子有什麼事 至少我覺得說 你知情 然後你沒有逃避嘛 有剛好發現二號 他其實也有找過我 我知道 我沒有自動 然後我就 我沒有在想說 你是不是 他在想說 你是不是回香港了 我反而 看你過來我很開心 我也可以跟你講不言重 那我就不懂啦 沒事沒事 他一直講到很無辜啦 然後一直跟我道歉 然後他就找到了他 當初買的時候 跟上一手車行的合約書 他內容呢 被寫上說 保證此車非事故泡水 AB車來路不明的車子 低價原因 賣方已告知此車成為租賃改置用 跨虎表上里程不準 非實際里程數 故低於行情價販售 經買方同意 依現況表頭里程數為主 現況交車絕無意義 後面他簽他的名字 那不就知道嗎 我看到這一張我說 啊你這下面 他都寫了 你都簽名了 那不就代表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說沒有 他說 當初就是意思就是 可能被引導在這邊簽名 好這個確實我們以前 我跟觀眾分享的一些案例 裡面有這樣子 有些可能是簽約的時候 沒寫交車的時候 被候補上去 或者是用各種說法 去讓買方簽名 這個都我都是有遇過這樣的狀況 然後他說 因為他想說 當初他去看這台車的時候 現場的人員 有用監理APP查里程 給他看是準的 然後也有帶他回原廠喔 去檢查車子 我說那回原廠檢查車子 原廠沒有告訴你里程嗎 他說沒有 他們去原廠只是 可能請那個師傅頂起來看一下 基建有哪些需要保養 當初他的一個想法就是 啊反正 台灣監理APP查也沒問題 回原廠 原廠也說 車況沒問題 他就買了 大概類似這樣 然後他就是心情很不好 那我也只安慰他啦 我本來想說 可以跟著你一起去找上一手嘛 那現在也沒啊 人家對方在法律上面 就沒有責任 我不論你知情還不知情 但合約書上面 人家有寫好了 在法律上面 你不可能找上一個人 前車廂負責 我也安慰他啦 事情這樣子 其實反而變得最單純 事情就剩下我跟前車主的問題而已 那我的想法 我也跟上一個車主分享 看看他們能接受就是 反正就是因為這樣的事情衍生了一些費用 然後我們再來談說 大家怎麼去拆這個錢 就是他賠一些我賠一些 因為他也是被騙了 我也不好意思叫他全賠嘛 坦白說 站在合約精神的立場上 我要他全賠一定是沒有問題的啦 因為他買的時候 他就是資料上就是顯現他知道 那我買的時候 他給我的理程就是沒告訴我嘛 所以在法理上面 我們應該是站得住解 要他全賠應該也沒有什麼意義啦 因為講說實在話啦 他原本如果他的理程是20萬 他那台車 有可能他賣的時候 也會比市價便宜10萬 那接下來其實知道他 合約上已經被寫了 其實坦白說啦 如果他不知情的狀況 我們接下來會變成什麼 要嘛 我提告那個車行 因為他造成我的實質損失嘛 然後我要請這個前車主來作證嘛 又或者是前車主去告他的上一首 我來support他嘛 坦白說如果真的要跟同行 有這樣子的告訴起來啊 我們也不是有什麼勢力的車行嘛 萬一當中發生什麼事情 我當然也會擔心公司 服務人員的安危啊 告他就等於把他拿上檯面了嘛 所以其實我一直很擔心啦 雖然很多人留言說 把他公布出來啊 或是就告死他什麼 我都知道 但是坦白說 對於我們來講 我們就是一個做生意的地方 那我們又是公眾人物 我們在民的狀況之下 我們不知道對方的來歷等等的 哎 黨人財路如同殺人附魔 這很嚴重的耶 我會發生什麼事真的都不知道 也希望觀眾諒解 就是其實蠻煎熬的啦 我也很想要當正義的一方 無奈現在的社會 有時候不是打著正義的口號就 會安全的 我全部都要擔心到 這個會不會有風險 所以現在事實是證明 人家在上面有寫 雖然我不知道他是用什麼方式去寫上去的 但是實際上站在法律上面 人家就是有告知 除非前車主能夠提供 當下他被脅迫簽這個東西啦 或是他可以去提出證明說 這個東西我簽的時候不知道 否則在法律上 前車主是站不住腳 至少我覺得這一連串的影片 還是重點在於提醒大家 第一個政府機關 對於原廠里程差證的一個強制力 還有監理機關驗車的一個盲點 還有整個買二手車里程表的這個部分 也是藉由這個影片也讓大家更加知道 那這一集又讓大家知道一個更新的就是說 大家在買二手車的時候也要特別去注意 不要被被註欄添加上你不知道的東西 例如什麼錶不準啊 現況交車啊 除非你是認真的知道 你再去簽那個被註欄 要不然你不知道的狀況下你簽下去 那像現在的例子你就求助你們 因為你合約上面 人家就是站著住腳 我太生氣了阿呆 先跟大家分享啦 這台車呢 原本我們打算是這樣子啦 就是我當初這台車是買30多萬 那因為這個調表事件一來一往 加上這些花費的啊 現在的成本已經到50多萬 那我原本想法是中間差的20萬 我來跟上一任的車主 可能一人一半啊 一人出個10萬 就把這事解決了 但是就在我們去跟前車主 來做一個和解的動作 當天晚上呢 我們採購就收到了LINE的訊息 傳訊息來的是 為什麼車行有採購的LINE 因為我們8891看的是那個 我們店長的資訊 我在猜應該是看到8891 然後就加到了LINE 因為我看他的那個內容 他們是不認識的 他開頭說你好 我們是某某汽車 有看到貴公司拍攝的 一台庫改里程不準的影片 他開頭是這樣就代表 應該是不認識 所以我猜啦 他應該是在8891 或是我們賣車的平台 找到員工的LINE 其實我當初拍這個影片 也抱著一點點希望說 如果說這個車行有看到 他知道他自己做了不對的事情 我也希望他看到影片來 主動跟我聯絡 那我們大家來看 怎麼樣把這個事情圓滿的解決 但一直沒有等到 然後就在我們要準備去協調的前一刻 收到了這樣的一個訊息 這個車行有給我們 當初他賣車給上一任 這位香港車主的LINE對話 那裡面大概是這樣子 他說當初呢 他在賣車給這位車主的時候 他就有確實很明確的告訴他說 這個里程是不準確的 他說這個車是他們銷售出去 而且啊 他們在賣的時候呢 都有明確的跟他告知 他也有回去問這間車行說 我想要換車了 那這台Google我想要賣掉 他開了兩年嘛 可能後來他們價錢沒有講好 那這個車主就說 那他自己簽到家附近的車行賣 可能他那時候所謂的家附近車行就是我啦 那我在想應該也是我的價錢比較高嘛 因為我們有時候遇到 里程比較低的車 我們都會比較高收 然後呢 這間車行啊 還有跟這位車主說 但是呢 你如果這台車你簽出去賣其他的人 或其他的車行 你一定要告訴人家 這個里程表是不準確的 否則可能會有詐欺的問題 裡面還有一些對話的截圖是 他在交車之後啊 他還有訊息傳給這個車廂問他說 哎 那如果18、9萬是不是剛好要大保養換真實皮帶 然後他可能跟他回答說 哦 你回原廠 所以 他有開回原廠 這個車主交車之後他還有回過原廠 而且他會問他18、9萬要換真實皮帶大保養這件事情 就代表什麼 他在買這台車當下 根本就知道這個里程是18、9萬 所以 我現在整個心情翻轉再翻轉 那個心情像是做那個雲霄飛車 你知道嗎 之前我還始終一直覺得說 消費者比較吃虧 他可能被車行畫素 因為他說他是香港 他不懂台灣人買車流程 我們這樣一路這樣看過來 我們就會先入為主 啊這個一定就是車行的問題 一定車行調表 一定是車行騙人 結果直到我收到這個訊息 跟這一些對話紀錄的時候 我才驚覺 其實消費者也會騙人 對我來講 我是蠻大一個打擊的啦 因為我可能 從以前一開始就一直站在消費者的立場 來做直播 來做影片 希望提醒大家不要受騙等等 始終都一直站在消費者這一面 來去看其他的同行 但是這一次遇到這樣的事情 也告訴自己說以後千萬不要先入為主 車行的確在當時是完全告知 而且看得出來 買方一直都處於制造的狀況之下 所以其實這一些對話紀錄已經完完全全的證明 就是從頭到尾 就可能是在買賣的當下 他就告訴你這個里程不準了 但是我們整理的不錯 然後呢 我也賣你比市價還要便宜 那你願意你就買 好他願意了 他買了 合約寫清楚說 我有跟你講 這個里程是不準的 好你正面簽個名 然後他就簽名 好結論就是這樣 其實我有點生氣啦 本來都是我跟採購在跟這個 上一任車主聯絡 但遇到這樣的事情 我真的其實對人性有一點點的失望 之後我會直接委任律師 去跟他求償 第一個 我們現在五十幾萬成本你買回去 那第二個 中間的差價你補進來 本來我要跟他一起補 那現在我覺得 我要他連我衍生的損失 我商譽我就不算了 甚至一來一往這些稅金上的損失 好那些我們都不算 我們就是以我衍生的損失 因為當初如果這台車 我知道他告訴我說 他的里程數是二十萬公里的時候 我當下我連收都不會收 再便宜我都不會收啦 線上一定有很多觀眾朋友 有曾經在我們粉絲專業 問過我車子的行情 基本上里程數太高 我一定都是一口回絕 我回絕過無數的 想要賣車的觀眾跟消費者 他當下如果有告訴我這個里程 他賣我再便宜我都不會買 那就因為他欺騙我 沒有告知我的狀況之下 我才誤買了這台車 造成我後續的這一些損失 所以我給他的第二條方案就是 當中比如說 我現在五十幾萬 跟當初三十幾萬中間的差價 你要賠給我 如果兩點你都不能接受 那我們就法院見 對我來說 我覺得不完全是錢的問題 我只是覺得說 這樣子的行為非常不可取 這妥妥的詐欺嘛 你明明就知道里程是這樣 你來賣你還不說 然後我已經發現這個事情 來問你你還說你也不知情 我當時還跟他講說沒關係 你只要告訴我 你如果知道你就告訴我 那我們在一起想辦法解決 反正接下來呢 我就是直接請律師去跟他聯絡 我不會再跟他聯絡 好啦 那這個已經去跟上一任的車主 已經完成了和解的手續了 那過程呢我們也有拍攝影片 因為律師跟我們說 大概拍個就是雙方和解的影片 然後我跟上一任車主 我們都留個底 做個證明說 已經把這個事情和解完畢了 那現在跟大家報告一下說 最後我們跟上一任車主索賠的金額 那這個金額是怎麼計算呢 大概我們有提供一些單據 也就是說這個整個回收回來到目前為止 我的總成本 那扣掉上一次 因為上一次賣給莊先是有利潤的 在扣掉這個利潤之後呢 大約是50萬塊錢 然後再跟上一任車主討論 就是當中 這段時間之內產生的價差 還有因為調表而產生的價差 最後的討論就是以30萬做和解 所以這個整個事件呢 就已經告一個段落了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再思考這台車 後面要怎麼處理 因為我有想過這幾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 如果這台車我把它拿去拍賣 那萬一買走的人 他還是一樣不告訴下一個人 那這還不是惡性循環 那第二個 我也想過 我留在店裡面當 我們借客人用的代用車 因為車款還不錯嘛 上次巨科也更深入的檢查完了 基本上那個車好像也沒有什麼 太大可以挑剔的地方 好那再來一個就是 還是把這個車捐出來 可是捐這個車呢 是不是又要找一個單位 他需要這個車的 也很奇怪啊 你今天假設有一個單位 需要用車 結果你捐一台調表車給他 好像也不太對 所以接下來我們可能就思考一下 這個車後續要怎麼處理 那我覺得整件事情下來 我覺得朝著一個 蠻意外的一個方向去發展 我還是重申一次啦 我覺得 相關單位要來注重這個事情 我真的覺得 這是消費者 很常會遇到的事情 因為 畢竟台灣的二手車的交易量 真的很大 比新車還要大 有些人會講說 因為你車商要好賣車 所以你 你才出來提這個 但我覺得不是我車 又不是全台灣的車 都是我在賣的 你有可能自售啊 你有可能要跟親戚朋友買啊 那我覺得這個我們只是要一個 數字而已 里程準不準 就這樣 那甚至說 有沒有大保養過 我覺得這樣應該是 不過分啊 那就算有些人會講說 我原廠 我幹嘛要配合你這些 我也要做生意 那這的確也沒有錯啊 因為我自己是 本身是做生意的 我也覺得說 車不是我賣 你沒事要回來跟我查紀錄 我也會很煩 我認為收費也沒有關係啊 我為了 要我的車更好賣 我一定每台車都花這個錢 這就跟你花錢去付費 請第三方做認證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是說啊 強迫說啊 你一定要配合我們或什麼 我只是想覺得說 這個是交易安全的一部分 那中古車交易量那麼大 金額那麼大 那這個是保護所有的消費者 我再重申一遍 對我來講 我一個月能賣的台數 就這樣而已 這個其實 最後受費的不是只有我而已 我相信 無論是車行的人 自售的人 想要買車的消費者 全部都會受費 好啦 那今天這個事情就處理到這邊 告一個段落 那至於這個 車子的處置方式呢 後面有想到再跟大家分享 我們來把調錶庫蓋 上次有講到的東西換一換 後面那兩隻有沒有 它原本中可調的 把它換成固定的 然後再來最重要 最難猜的就是外蓋 正式皮帶外蓋 對 你剛剛在轉的是調整度的嗎 這曲頭啊 曲頭有福利盤 前曲頭油封就躲在這一塊盤子的裡面 肚輪不用換 不用啊 它這台車啊 沒有所謂的調整肚輪 跟固定肚輪 你看 壓縮機 曲頭水棒譜 上面呢 就是發電機 它沒有像一般車有調整肚輪 可以把皮帶調整嘛 怎樣才叫要換 怎樣叫做要換 就是有缺角啊 那那個秀咧 秀的話很簡單啊 所以說 我們這樣檢查它是好的 然後 轉起來也沒有聲音 是這樣判斷嗎 對啊 我沒有看到 我沒有看到 來把東西來的電子疾風罩 現在是關起來了 發動看看 看功能正不正常 有 打開了 好 沒問題 經過我們討論之後呢 我們就決定這台車把它拿出來做工藝的競標 反正就是標多少我就全捐 如果標20就捐20 標30我們就捐30 好 那這個競標的方式呢 就在我們的粉絲專頁 就跟我們的工藝車競標是一樣的 那到時候全數的金額 我們全部都把它捐給需要的工藝單位 我們有請小陳 好 在做更進一步的一個整備 就包含這個把舵輪做清潔 粉塵清潔以後 我們就把皮帶換掉了 好 還有那個後面兩個鐵罩 然後在前面車主 莊仙不小心去撞到的這個疾風罩 我們也叫了一個全新的來把它換掉了 然後這個上次檢查到的正式皮帶的外蓋 好 外蓋有點破損 那當初本來是想說那個東西沒有影響它的使用 所以沒有換 那既然都檢查到 我們就一次把它更新 然後做工藝就把它做完整 其實我們調表影片上來以後 就已經有蠻多人私訊給我問說這要怎麼賣 那我的回答就是 那時候還沒有把整個事情明朗的解決完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賣 好 那現在我們既然工藝競標 那要給有興趣的觀眾朋友了解一下 這個之前呢 在原廠已經換過水棒譜跟正式皮帶 墮輪引擎腳換了兩隻水路也整理過了 好 那我們回來當然無油山水我們都做過 我們又換了其他的引擎腳 也就是說這台車引擎腳全部都是新的了 煞車來令片啊 格熱子也是全新的 還有胎壓偵測器也是我們加裝的 前面的三角架兩個是新的 還有綜合皮帶都是新的 大概就是這樣子 上次巨哥也帶大家檢查過 其實大部分的零件其實狀況都還不錯 它還是一台調過表的車啦 這還是要講 反正我們這次競標有這麼多集的影片來佐證 我們也沒有要騙大家的意思嘛 既然做公益了 這個影片結束之後 大家看一下說明欄 會有一些競標的方法 連接到我們的Facebook做競標的活動 好 那如果你剛好需要用車 又想要做愛心的話 就歡迎大家一起來參與 那接下來我就做一個結論 那首先第一個 我們當然把整個過程做一個紀錄 來跟大家分享 如果遇到調表車 它會是什麼解決 只是說這個故事有點曲折 超乎大家的想像 也包括我 那最後用這樣解決的方式 是我能想到我覺得是最好的一個方式了 關於這個價格的方面 我再次跟大家強調就是 我雖然我的成本到50萬了 雖然這30萬它賠給我了 但是我這台車飆掉 我就再把它捐出去 這對我來講 其實坦白說也是個很大的失血 我只是想要表達說 我的重點其實不是錢 而是這個欺騙 我覺得不應該 因為我也給過機會去詢問它 請它說實話 但是它卻沒有對我說實話 我覺得這才是讓我覺得比較心痛的一個點 畢竟我們都站在相信客人的立場 在處理這件事 從頭到尾我們都很相信它 好那第二個就是 當然分享這些過程 也希望喚起大家的注意 甚至這個有關單位的注意 對於這個二手車的里程 它就是一直存在這個社會上 每天都在發生 所以我覺得這個調表事情 它一直是存在的 那能夠去查證 不是說為了要車商好賣車 是為了要減少消費者受害的一個機會 好那再來第三個就是 那也跟這個前幾集 有在下面留言在猜測 車行的觀眾朋友 怎麼你們猜在桃園猜在哪裡 好那些車行的名字 最好是把它刪掉 整個事情其實跟前一個車行 真的也沒有太大關係 人家是有明確告知的 也沒有要騙他的意思 那你們這樣子 有可能會構成 毀謀罪 好那你們如果有留這樣言 最好是去刪掉 也不要再做無謂的猜測 好那至於起票的金額 我們就到時候會在標題上面秀出來 反正我都是虧不是嗎 這一次的這個虧錢 也給我自己一個警惕啦 但我覺得換一個角度來想 也算是一個我還能接受的結局啦 剛好有個案例給大家做一個警惕 真的有時候消費者也千萬 你知道自己的車 的車況里程不準 也千萬不要去欺騙人家 那我們還是會繼續 更加的注意我們整個 車子的進出的一個檢查 小事還是會繼續 我們售後服務的一個方式 我們還是會努力繼續的進步 也謝謝大家跟著我們一起看完這個警視劇 那也再次跟我們的消費者說聲抱歉